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怡萱 就是本來我昨天是要直播的 可是因為我出了一點小意外 所以昨天都還在靜陽中 但我現在好多了 就是我在洗澡的時候 那個玻璃掉下來 剛好整個砸到地上 所以就碎了一片 然後也有大大小小的玻璃插在我身上 那時候就傷勢比較嚴重 因為當時是很有可能會隔到動脈的 所以我是蠻幸運 只有隔到一些就是無傷打牙的地方 我對整個情形那時候是非常的混亂 因為當時你只會知道說就是玻璃砸下來了 然後你知道會發出很大聲響 接下來你就會看到你朋友一臉匆忙的衝進來 然後你才會低頭看自己的手 發現整個手上都是血 然後地上碎玻璃 血都是流了一滴 就是看起來非常的驚悚 可是你不會覺得痛 你也不會覺得很想哭或什麼 你就是被嚇到了 手還是不太能彎曲 但應該幾天以後就可以了 簽書會都沒有問題 第一場簽書會是9月8號 在板橋環球購物中心的金石堂那邊 希望那天就是傷勢好很多 然後就可以順利用右手寫字 萬一真的不行用右手寫字 那我也會用左手練出一模一樣漂亮的字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了